因為這部影片呢是在3月底的時候拍的齁 阿在4月7號的同時安倍就緊急公佈了 緊急事態宣言 那針對日本的7個縣市呢都是時事的對象 一直到5月6號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那我們影片開始囉 第二集 今天我們要前往日本 因為上一集跟阿泰先生已經聊過了泰國 那現在我們歡迎GO 嗨 嗨 真的很陌生欸 這樣我們用這種方式來 就上一次見面是我們就直接面對面 直接就直接變成 視訊反而有一點害羞 真的嗎 好像網友見面的感覺 對 應該是還沒見面之前 阿不然視訊一下吧 我們先驗貨這樣 我們到底要多歪 OK 如果大家還沒有看過 我們跟GO上一次的影片 就是真的是第一次 它算是 一年前 很久很久以前了 就是我們真的是第一次合作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這裡 我會放它的連結 好啦 GO 我想 我們今天要來好好的聊聊日本 可是不會很久 不會很久 是是主播 有收到嗎 有收到嗎 我問 有收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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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擔心這個影片有可能被黃標 你對這一段時間日本防疫你覺得還OK嗎 因為最近就是你也知道就是肺炎疫情非常的嚴重 然後我上次去泰國的 阿不 去沖繩的時候基本上我是找不到任何口罩的 喔 因為口 如果是口罩這個方面來說的話 大概早在 就是中國已經爆發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可能還剛要有這個意思的時候 對 但是中國已經爆發了嗎 那他們就已經在日本前面搶購了 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在差不多一月左右 一月中一月底左右的時候 那時候我去我們家附近的就是大門買廠 對 還有非常非常多口罩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 因為我本來也以為日本可能不會有疫情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順便買一盒好了 所以還好那時候我有買那一盒 有辦法現在我完全買 現在就是完全買不到了 這真的是神預測的男人 反正日本目前就是完全已經買不到了 那 自從 我覺得我看了一下那個 東京知事小池他發表 那個在上禮拜 28號 就是因為他好像沒辦法限制日本人 他只能委婉的 勸說的方式 叫日本人盡量不要出門 因為我們有 他們說這個是法律上的問題 所以不能用強制性 不能用強制的 只能用 規勸的 呼籲大家 不要出門 那經過6日 你有看到有什麼樣的變化嗎 或是他們有沒有搶購 或是有發生什麼樣的 搶購 然後我先講搶購這件事情 好了 就是呢 台灣之前是不是有發生過衛生紙之亂 我跟你講現在還是好不好 四個一個月之後 可是至少台灣發生衛生紙之亂之後 就是我們的行政院長大概有出來 有一些作為 有一些澄清 這時候我必須要先 對不起我打斷一下 我覺得這一點台灣真的做得很厲害 台灣政府在這一塊 真的算是非常的用心 而且很多LINE啊 很多群組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棒棒 好我們繼續繼續 反正四個一個月之後呢 這一個 這一股風潮就來到日本 所以日本現在就是有衛生紙之亂 所以所有的衛生紙都是買不到 然後 就是 就是捲筒衛 就是上廁所的那種捲筒衛生紙啊 欸那這個很可怕欸 廚房紙巾 然後各種那種面紙盒的那種 也是買不到 那你還有庫存吧 我現在已經沒有庫存啦 我現在只剩一卷 那個 就是會那種 馬桶的 一卷的話只剩一卷這樣 盡量到就是 可以忍一下 供體時間 啊 對這個很不錯 去公司上就可以了 對 搶購物資的部分就是 通常 那一天 像最近還蠻明顯的 只要政府有說 喔今天增加了多少LINE的時候 嗯 他們就馬上會去買物資 哇 對 我覺得 就只要政府 譬如說 譬如說這個禮拜還蠻嚴重的嘛 對 自從他們就是說 奧運要延期之後 他們就開始就是 要把那個牌翻開了嘛 所以就 所以就是 開始就講說 譬如說這個禮拜 東京就 加一加就200多例對不對 對 反正 對 東京知識 只要一宣布說 今天大概有 比如說40例 或是60例 他們 然後就會講一些 有一些就是 有一些 怎麼講 有點比較害怕的一個 害怕的話 讓人家害怕的話 比如說 可能要 封城啊 或請大家 自訴什麼之類的話 之後呢 他們那天晚上 超市裡面東西就會 幾乎就會越來越少這樣 哇 那你覺得這一次 對你工作有什麼影響嗎 會有影響到辭職上的 比如說工作時速 或是 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我覺得 對 因為現在 我覺得 日本人 比較傾向於 就是 繼續工作 對 應該說日本很多公司 傾向於 上面說了什麼 上面 發了什麼 對什麼政策出來之後 我們下面才要來對應 可能有些公司 或是台灣的人 會比較想說 會比較汪 大概可能兩三個禮拜 或是一兩個月後 來佈局來想 但是 日本這邊的 通常不會 像是 譬如說等那個 政府宣布說 請大家盡量 如果能 再宅 請務的話 就再宅 他們 宣布了之後 公司們才會有一些 下面的動作 就是反應比較慢半拍 對對對 其實因為大家反應都是很慢 就是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文化的關係 就是 他們一定要等 最上面的人 批示什麼東西下來之後 我們下面才會 一個接著 一層一層的下去 這個是不是跟日本的 有一 就是比較死板的一個 但是 算了 不講這個 我本想要講以前 我也崩壞小算了 對啊 反正 現在大概就是這個情緒 就是 今天來了什麼對策 然後 可能 今 可能晚上或是明天 公司才會 想 別的對策來對應這樣 欸 那你們上班會戴口罩嗎 基本上 應該說會戴的人 還是會戴 但是 總是要喝水吃飯的嘛 該不會戴花粉的吧 我覺得對於口罩這件事情 可能日本也不像是台灣這麼有意思啦 有人戴口罩就戴這樣子的啦 戴到這裡啦 然後露出鼻子來這樣 不要笑日本人 因為我有兩個同事 也是這樣戴口罩 請翻他們白眼 對 我說那有什麼要戴呢 那其實 其實我覺得啦 在日本現在這個情況來說 對 你敢去做上班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你就不怕一起啦 你都要通勤了 因為你要經過一個人非常密集的地鐵 然後你又要 然後你又要跟大家待 你不知道你身邊的人是經過多少個 怎麼樣 你也不知道你身邊的人 他們做夥伴 接觸過多少電車上的人 對 所以只要你敢去辦公室的一天 其實你就是不怕疫情的 再加上下班時候要去居酒屋再喝一下 現在應該現在應該比較少 但是 我不是光是你去上班這件事情 其實 你就是不怕死啊 但其實日本人 我覺得我也 稍微被就是 文化 自文文化感染了 就是覺得對 應該上班還蠻很重要 所以大家還是會去上班 上班是真的蠻重要的啦 可是就是有時候都 對 因為這個日本的經濟壓力也是蠻大的 那你們支持 東京奧運往後演一年嗎 你說我個人是 我個人是很支持啊 但是他們前面 就一直在猶豫猶豫猶豫的很久啊 因為在就我記得 因為原本東京是堅持 不能說東京 應該說日本堅持要如期舉行 然後後來就是好像真的蓋不過去了 然後加拿大開了第一槍之後 好啦好啦 就是他們終於要演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對日本來講也是好的 對其他國家的選手來講也是好的 畢竟很多選手都是非常年輕 對保護選手的部分是比較好的 但是對於日本的經濟還蠻 嚴重的動作 因為他們也在電視上也會講說 他們為了延期的話 有一定有固定的就是 設施維護費 對就是你做好設施你要維護他 對啊還是要花很多錢 就是非常非常大一筆錢 對 這真的要花很多錢 我覺得他也是覺得比如說 那個贊助商 你投了這個錢 對 他也應該很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在這段時間 你要再延後一年 贊助商的虧損誰要來付 我覺得這應該也是糾結蠻多方面 所以他們也一直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延後啊 對啊 還有就是 其實我不知道你這個店什麼時候剪出來 但是他們每一天都有在更新 就是他們的動作 怎麼說 現在像是今天這個時間點 現在今天是30號對不對 然後30號 對30號他們開始在LINE 或是各種網路在封傳說 4月1號要開始封城 他們已經在傳這件事情了 嗯 對就是就是很像 但是你不知道是真訊息還是假消息 還是愚人節消息 但是 欸 真的可以搭上愚人節消息啊 台灣政府提醒 亂開疫情相關的玩笑及惡作劇 恐將受罰300萬元 請不要干擾防疫工作 對 大家都很怕說萬一真的宣布 4月1號封城 那到底是不是愚人節的消息 哇 哇 所以大家就是每個人就是 就會一樣很多假消息嗎 可是我覺得 就像我之前 上前幾天看阿倫的影片 然後 就他所說我覺得可能還是要準備 一定適量的物資在家裡 不然到時候如果真的 因為你知道封城真的很可怕 封城就等於你可能 哪裡都不能去 然後百貨公司也沒業 頂多可能超市 就是便利商店有開而已 對 哇 我們也很害怕台北會封城 之前就是在亂傳一些鬼訊息 拒絕假消息 我覺得台灣真的還蠻安全的 我覺得日本 像是今天這個時間 今天30號 他們今天好像才增加 不知道10幾例吧 但前幾年都40例 60例 但是他有說今天增加這麼少例 是因為他們昨天驗的人很少 他們有承認就對了 對 他們有說是因為驗的 基數他也基數很少 所以才增加很少力量 但是我個人認為其實日本 應該很多人都有 得這個 人家都有這個病毒 只是沒有發病 然後沒有去驗 或是有發病 可是他可能覺得是小感冒 對 但是因為你看日本這麼光是東京 這個通勤的狀況 就已經多麼誇張 你覺得他們可能不得嗎 可是你原本想過一個就是 這個會不會是因為在日本看醫生是非常昂貴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行為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可能就是以看看可不可以自我療癒完成就好了 也有這個可能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就算他們生病了 他們還是會去上班 oh no 這一點就是 前面剛開始出現的前幾例 他們網友都有整理出來說 他們真的是 就是很日本人 因為他們發燒了還是去上班 發燒了隔一天退燒了後天還是去上班 東京的人口密度又真的很高 所以我覺得那個散播也真的是 可能就一傳十十傳百的一個概念 對 我覺得我自己身上搞不好也有病毒 就是也沒有發病而已 也有可能 我覺得 大家可能都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英國佛系防禦啊 就讓大家都得病啊 不行還是不要這樣子打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疫情可以就是趕快結束了 真的要趕快趨緩啦 我們這樣才有 可以回台灣之類的 我們這樣才有機會趕快再去日本玩 不然我真的好想念東京喔 然後上一集泰國也是 我真的好想去東京 好想逃離這個地方了 因為你在那邊上班啦 你一定是過慣了這 過膩了這個生活 而且你最不喜歡叫東京了 不是嗎 對 那是我個人的原因 但是我還是希望疫情可以趕快過去 真的 好啦 希望大家加油 好啦你 對 希望大家加油 那我們下次見囉 不會 好啊 拜拜 謝謝你 拜拜 不知道下次 不知道下次是什麼時候 下次喔 對喔 真的好久 我在猜啦 我預估大概可能在兩三個月 應該就會到一個 階段 階段 不能說結束 可是我覺得在兩三個月 應該會是一個階段 對啊 嗯 希望是這樣子 希望趕快好起來 拜拜 是的主播 是的主播 好 那我們一家要到台灣棚 台灣棚 這邊 哈哈哈 好啦 謝謝 拜拜 拜拜 哈囉 其實這幾天貨呢 多多少少都是有在補 所以其實基本上 糧食都還足夠 對 但是衛生紙的話 已經上架滿多的 像是一些 平常的抽取式的啊 或是這邊的 廚房用紙巾 但是那個 馬桶用的 捲頭衛生紙 還是 還不太到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啊影片到了最後 吼 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跟夠呢 現在也正在減肥跟減脂 那我就是 在減肥的那一個啦 那所以 千萬不要輕易的 餵食我們兩個 因為我們兩個 正在努力當中 那影片到最後 希望你們會喜歡 下次再見囉 掰不